好大家 那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等一下的流程 等一下呢又有主席還有我們的幾位model 他們都會在前面先秀一下我們的小物 那等他們秀完之後呢 主席就會入座 所以等一下給我們一點時間附位 好不好 那等一下也要請幾位大哥可能要退到後面去 因為他們會站在這邊 好 謝謝 graduating 公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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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的縶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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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的記者會即將開始 等一下還是要請大家 幫我稍微空出前面的區域 好非常歡迎大家今天 歷臨我們的KIP PROMISE 相信美好台灣 柯皮募資小物的開箱記者會 來我們先請我們所有的這個媒體朋友們 我們先捕捉一下大家拿著我們小物的畫面 先來給大家搶先開箱一下 好我們這次呢 因為開放的是群眾募資 所以我們為了回饋所有的熱情的支持者 也特別推出了非常多相應的募資小物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一一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首先先看上前方的鏡頭 我們先看上這前方 好我們真的都是巨男美女非常有型 穿起來非常的時尚有型 我們再來看上右手邊 好我覺得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到底他們手上拿些什麼東西呢 再來看左手邊 好 好 我們手上的東西可以再稍微推出來一點點喔 哇大家非常熱情 好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右手邊這邊 好 媒體朋友們都已經捕捉好畫面 好我們的中間這邊再來看一下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還有個別拍照時間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的這個募資小物開箱記者會真的是非常的澎湃 而且很有誠意 首先我們先來請主席來展示一下 你手上的你身上的這件T恤 這件T恤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這個單一雙色的灰白色調 而且它使用的是台灣創新的環保布料 鐵灰色跟純白色呢 是象徵著它超然的抑制還有包容的氣度 同樣呢可以看到旁邊這個士宣穿的這一款 同樣也是這個T恤 那這個T恤呢它搭配上牛仔的外套 同樣也非常非常的細心 再來看到主席右手邊是我們的保真 保真穿起來有沒有覺得非常的優雅 而且這個真的回頭率百分之一百 所以男生穿女生穿都非常非常適合 只是差在size的不同而已 好再來看到保真旁邊是千秦 千秦穿起來呢哇真的是可甜可鹹 它搭配上了這個西裝的外套 那看起來有沒有覺得非常的有個性 好那再來呢我們再看到這個 我們的鏡頭的這個左手邊這位 這位是我們黨代表女朋友 有沒有看到黨代表女朋友非常的正 好那沒有女朋友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款 就是我們新推出來的翁翁包 在台北市政府買不到沒關係 我們在這邊都有得買來我們轉一圈 這個翁翁包呢其實它的設計是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可伸縮 而且呢可以順應你的這個東西 大大小小不同都可以調整的一個概念 好這個翁翁包我想到時候應該會是被秒殺 那再來呢我們要秀出這個士卷手上的兩頂帽子 這兩頂帽子呢同樣也是非常的有型 而且我們特別幫他訂了一個 1450的PB 也就是我們是1450的打擊部隊 好我們看到他手上 他手上拿的這頂先是戴上了白色的 白色的款式 接下來還有灰色的款式 一共是兩個款式呢都可以來自由的選擇 那麼再來呢主席手上拿的這個 我們都知道主席是非常環保的 我們希望呢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同樣要推廣我們環保的概念 首先我們往前面給大家拍攝一下好不好 這個呢我們要呼籲大家體內環保 地球也要環保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後時的太灰瓶身 還有雲灰矽焦保護 這個是跟美國的聯名款 用一種時尚還有美觀跟實用的生活方式 來維持大家對於選舉的熱度 還有生活的熱度 接下來呢兩樣小物同樣呢 也是覺得非常吸睛 先來看到保真手上的這一條 好這一條是什麼呢 這個環保的織帶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是一個安全扣環的設計 這個安全扣環設計呢十分的特別 它呢其實不管你是在醫院上班 在市府上班到黨部 你要掛證件掛手機到悠遊卡 通通都可以用它來搞定 安全性的這種活動式設計 非常的時尚 來保真幫我們帶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從容的細節 讓你展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好再來我要請超強電力的徐千琴 千琴來幫我們展示這一款呢 就是我們這個KP式以特殊材質著稱 它有過人的腦力體力 耐力等充足的電力 而這一款的這個行動電源呢 它上面還有很多的接線設計 方便你可以用各種的這個機身機型 都可以來充電讓你隨時方便 精力無限 好這一次呢就是我們為大家 準備好非常非常有誠意的 募資小物 這個募資小物等一下要怎麼樣得到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先謝謝所有的Model們 那有沒有媒體要來補充 補充畫面的 我們再來拍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們可以個別的拍照 好我們同樣呢 再看一下前方鏡頭 我們把手上的這個小物 推出來給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看 感謝大家熱情的支持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呃這個右手邊的媒體朋友們 好 擋代表女朋友可以再往前一點 呵呵呵 零零零零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左手邊 OK 好 千情跟保真 也都可以往前一點 我們競選小物呢 都要落實環保永續的概念 剛剛特別提到了我們的T-Shirt呢 其實是用這個咖啡絲 所製造出來的 在製程當中 完全不採用溶劑的設計 所以呢 它也是非常環保 非常速乾的材質 而且還可以防控異味 減少對地球的負擔 好 這個階段呢 我們先到這邊 我們先請主席先入座 然後請我們的這個好朋友們 先到旁邊的這邊 來先standby一下 接下來呢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 我們這一次的 KP小物的設計的這個創辦人 還有呢 其實我們除了整體的這個小物之外 我們還有整個的形象設計打造 我們特別邀請 這一次呢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 自由落體設計的創辦人 陳俊良老師 陳俊良老師呢 他的設計是以優雅堅持耐力美好著稱 他也堅持要落實善良的理念 所以呢 他這一次跟我們一起結合了 我們相信美好台灣這樣的logo設計 以及元素 還有我們的這個小物設計 我們先請俊良老師入座 那這一次呢 我想很多媒體朋友也非常好奇 到底這個logo是怎麼設計出來 還有首先先幫我們講一下 我們小物的設計概念好不好老師 我想這次的這個logo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其實就是KP兩個字 因為這兩個字不只是英文字母 其實它代表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科皮先生 那這個字呢 其實我讓它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在這個K的一個部分有一個箭頭的一個象徵 然後繞了一個圓圈圈 希望能夠透過政治圓滿 然後落地生根 所以構成了這個KP的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那這個線條呢 非常非常的有力簡單 然後呢 其實我們希望這個整個設計呢 從簡單到簡單很簡單 但是從簡單到純粹會非常的不簡單 那整個的這個設計的這個理念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的發想 那 包括我們這個上面的這個英文字呢 KIPPOMISE 其實就是從這個KP的這個兩個字的 就是縮寫 然後構成的這個整個的元素 那這個整個的 剛剛各位看到的這個小物 我們都希望它不要有太多的 複雜的這種設計的這種符號 然後呢 就是 恰如其分 剛剛好的美好 去構建了這樣子的一個永續環保的這個理念 那剛剛主持人有特別介紹了 我跟這個主席身上穿的這個衣服 是 就是台灣自己研發出來的這個咖啡沙 這樣子的一個元素去構成的 所有的東西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都希望它是非常的就是環保 然後永續 然後能夠 呃 帶給這個社會一個更美好的一個象徵 好 好 非常謝謝老師 那我想很多媒體朋友其實呢 前幾天也非常的聚焦在我們的 logo 的設計 要不要幫我們講一下這個 logo 設計的理念 這個整個的設計理念呢 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簡單 我們是從12個我們研發出來的這個視覺 呃 那這個 logo 呢 其實 呃 當然前幾天 前幾天 一些媒體上面有一些 其實就已經做了這個圖騰的這個設計 那它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 KP 兩個字 那這個字母呢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什麼誰操誰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一文字母嘛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非常謙虛喔 這一波的這個 logo 的設計 其實呢 真的是群策群力想出來的 包含相信美好台灣 這個最後的中文呢 其實是由柯P他自己最後做定奪 原本呢 是這個相信美好未來 但是他認為呢 用台灣這樣子的元素加進來 其實更寫實更吸金 也更能夠傳遞我們的理念 那我想很多的媒體朋友們 也應該很想知道 還有我們的支持者 在線上看直播的支持者 一定很想知道 我們的小物怎麼來這個兌換 我們呢 馬上就把這個畫面切換 到旁邊的這面大電視 來帶大家了解 我們先告訴大家喔 這次因為是一個眾籌的概念 因此我們希望呢 能夠集資募資 我們把每一份的這個資金 都能夠運用在競選上頭 而且我們會尊傑成本來使用 那麼像這些這個 現在大家網友敲碗的T-Shirt 總共我們兩個顏色 各有一萬件 有各種尺寸 從S到XXL都有 那兩個定價的部分呢 灰色 我們其實是用PB來兌換的 也就是你如果捐款1800元的話 就會有1800的PB 這個PB就可以來兌換 相應的這些募資小物 所以灰色的T-Shirt 是1800的PB 那麼白色的T-Shirt呢 是2024 也是象徵美好的2024 這樣子的一頭 那麼接下來再來看到 下一張 我們呢 剛看到了1450打擊部隊 1450打擊部隊 都可以來買這個帽子喔 那這個帽子呢 只要你捐1450的話呢 您就可以來換 總共兩色各3000件 再來呢 就是我們看到下面的 這些小物 這個超強電力的行動電源 總共是1000件 好 再來往下 歐歐包 很多人敲碗的 雖然現在台北市政府沒有了 但是我們在這邊 就為大家準備好了 總共也是3000件 同樣也是用1450的PB 剛剛保證手上拿的這個 非常有特色的安全帶的 這個證件帶呢 總共我們準備了2000件 好 一下 再來是剛剛主席手上的這個 這個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是跟美國聯名款的 這個環保瓶 總共也是2000件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也為大家準備了一個 募資小物的兌換攻略 到底他要怎麼樣來兌換呢 很多人在前幾天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 募資了 有捐款了 那但是我們要特別在這邊 一定要提醒大家 你記得一定要先註冊 因為登入網站之後 如果沒有註冊的話 是沒有辦法累積PB的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一張 一定要記得 這是我們今天 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請大家先註冊 再捐款 註冊的時候 你必須要填寫 手機號碼 還有電子郵件 然後呢 他經過雙重審核之後 會送一個驗證碼 你就可以再次的登入 登入之後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那就可以請大家到 會員專區 會員專區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訂單記錄 總共有多少的點數 捐了多少筆 後面清清楚楚 接下來到回饋商城 好 接下來下一頁 回規商城部分 比方說 柯P他已經呢 裡面有15000點 你就可以直接到這個商城裡面去點擊商品 下一頁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各種的商品都呈列在上面 但是我們剛剛也特別跟大家強調 因為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來跟我們響應這個活動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尊解我們的成本 然後讓每一筆的捐款都發揮最大的效益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募資 每一件 每一個小物的件數 不管捐獻多少 上限都是可以開放 讓大家兌換一件 所以呢我們這次總共推換了八個小物 我們推出了八個小物 如果說你的捐贈大概到一萬二以上的話 你可以有八件通通都帶回家 但是就算你再捐贈再多 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 還是希望能夠作為這個競選的使用 所以呢就沒有辦法再多提供給大家 那在此呢還是非常感謝大家 熱烈的支持跟響應 最後呢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哦 要先註冊再捐款 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那我想這一次呢 其實推出這樣子的這個小物 募資的小物 我想這個柯P他真的是心情感受蠻複雜的哦 他看到這麼多人這麼的熱情 他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請柯P先跟大家說說話 這個我們在5月2日要宣布參選以後 當然就開始去開個競選賬戶 當然政治還是有他世俗的一面 就是說選舉還是要花一點錢 雖然我以前都盡量把選舉的費用壓到最低 但是終究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不花錢 比如說顧這些員工也要錢 也要薪水 那我們在520宣布參選以後 就去開個賬戶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競選賬戶 當然非常謝謝大家已經有捐一些錢進來 我們希望說 本來說給那些捐錢的人 怎麼講 類似一種 叫做 回饋 應該說謝謝 所以 所以你們不要 就是說 你有捐錢 我們就弄一個點數 讓你們去選一些 你喜歡的 不過這主要還是一種回饋的性質 不是那種買賣 因為現在進來的錢還是用競選賬戶 競選賬戶他還是有很多限制 比方說一個人 每次那個電船最多捐10萬 每一個人最高30萬 還是有些規定 還要看你限中華民國國籍等等規定 所以 對一些有來捐錢 我們就給他一個小小的回證品 大概就這樣 意思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回證品我們還是有限定數量 所以大概發完就沒有了 這道歉 如果我錢不夠 我會再想辦法再跟我們募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還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那除了感謝大家之外 也特別提醒 因為我們希望給大家一點作業的時間 特別是有一些這個已經捐款的支持者 他可能還沒有註冊 我們在5月29號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網站打開 來開放大家兌換 所以請大家記得 我們在5月的29號下星期一的中午之前 一定要記得完成註冊 好我們今天計程會呢 大概就到這邊 不過我們後面還有聯訪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放文字的媒體朋友們 我們來進行聯訪 我們要不要緊張 我們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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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早安 想問一下就是我們目前就是整個帳戶大概募到了有多少錢 那現在桌上的這些小東西你自己覺得最喜歡的是哪一樣呢 問我不准 我這個人都實用性的 不過衣服已經有了 那我也不曉得 好像都很好用 1450太搞笑了 如果這樣的話應該這帽子後面給他寫1450 好啦 這個大家喜歡就好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看每個人的需要 還有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有 陳俊良老師有設計過 這個是有品位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想要跟您請教 就是因為就是有網路報告 那就是說 您就是民進黨那邊一募到款之後就開放了這個 在人力行上開放一些文宣部的一個職缺 然後就被人家質疑說 是不是拿這個錢去找網軍 您怎麼看這樣說 我跟你講喔 我們是要拿錢去招募員工 那你一開始就說我們要招募網軍 這個跳太多了 不過是這樣啦 選舉到了 每天各式各樣的抹黑什麼都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本來也沒有什麼 反正就是 我們就募了一點錢嘛 選舉總是要開支嘛 做什麼都要錢 那個租辦公司也要錢 租總部也要錢 雇人也要錢 我們 明白講喔 我們以前沒有去搞什麼財團掛勾 你知道嗎 所以 到現在為止有點像旗蓋戰法 所以 不管再怎麼樣 還是要募一點錢 才有辦法打選戰 那您知道您有個孩子要再問嗎 我換一句 好 主席想再問一下 剛剛沒有提到說 現在募款已經達到多少錢 然後另外還想要再問就是 之前在政大的演講 有被民獎這邊翻出來說 他們質疑說 師也那時候說學生不打不罵怎麼管教 然後質疑說 這是不是在支持打罵教育 剛才講過嘛 選舉到了一定會抹黑還是什麼 當然這樣啦 你要知道一段話 你要挑中間一段話出來 然後再擴大 我是說 我在抱怨說 現在大學教授不敢早上開八點的課 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爬不起來 我後來發現我們很多老師 每個都挑那個時間 都閃掉那個早上第一堂課 那我就說現在學生很欣缺Discipline 你說認真工作這種文化 都不能管教 到底這怎麼可以 然後他就開始說 什麼柯文哲支持 反正他晚上明哲也有說 柯文哲支持 打罵教育 認為沒有打罵 沒有辦法管教 可能啦 隨便他們啦 反正嘴巴在他身上 他怎麼抹黑你也沒辦法 你又不能把他縫起來 請教一下主席 因為這個黃光琴有爆料說 在國民黨徵召前一天 其實國民黨 郭台銘試圖想要聯絡侯友宜 但是都聯繫不上 中間還透過你來幫忙牽線 最後才聯繫上 請問你有這件事情嗎 沒有 他找侯友宜必須要透過我 因為他們國民黨內部的通道一定更多 想問一下主席說現在是不是 策略就是積極拉攏挺郭派 那月底到金門是不是會跟陳玉珍見面 那會跟他聊些什麼 我有排金門的行程 我看到上面有陳玉珍 有拜訪陳玉珍 你想想看喔 他是在地的立委 所以不只這個立委 縣長一定會去拜訪 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至於說他跟我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當然會問他說 你對金門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建議 一定是問這樣 至於他講什麼 我當然不知道 主席我們想請教一下 這個中和的李國輝九死的這個縱火案件 然後法院好像是判決說從死刑變成無期徒刑 那侯友宜是說他覺得法院離人民越來越遠 他的態度好像比較贊成死刑 那請教主席的看法 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太多次了 就是廢死的問題 死刑到底要不要廢掉 這是這樣 台灣所有的公共政策 會完全偏一項 偏一邊的就是維持死刑制度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 支持度我印象中沒有低過80%的 就是你認為要維持死刑 還是要廢死死刑 這個支持維持死刑的在整個台灣社會的民調支持度 大概都在80%以上 那所以 但是這樣 我也知道歐美國家 特別是北歐西 一直對 透過那個像國際特色組織 人權組織一直對台灣政府有施壓 我記得有一年有去歐盟訪問 也有遇到同樣的問題 他們也是在問這一題 那這個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 從那個漢高祖 劉邦進關中 與民約法三章開始 這個殺人則死 這個兩千年的文化 一下子它改變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這樣 你問我態度 我態度是這樣 如果真的要廢除死刑 那就要配套措施 比方說真正是忠針監見或什麼 所以這個題目是這樣 我常常說 有時候這個叫民族的文化 或者是一個國家的文化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李光耀在講亞洲價值的時候的論點 他說 你不要完全用西方文化的標準來看我們 我們東方國家 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條回憶 講了老半天是這樣 我知道維持死刑在台灣是有很高的支持度 第二點 我也知道這是來自文化 文化的繼承 那我也知道這個在國際上其他國家不太喜歡 那至於怎麼做你知道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折中就是要配套措施 你要廢除死刑 那可以 那就要忠針監見 你就要廢除死刑 變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又 刑期滿15年就放出來 還是有些問題 所以要嘛就 如果法務部對這個有特別的意見 那乾脆就一套把它做出來 主席想問一下 既然到台南跟阿扁見面 那民進黨就解讀說你是想搶當反綠聯盟盟主 那另外立法院今天三讀排黑條款 搶當盟主 反綠聯盟盟主 然後另外民進黨今天 阿扁什麼時候變成 阿扁變成藍軍了 因為今天民進黨要審這個排黑條款 那陳水扁就是說他要死刑 還傳出說他傳了簡訊給賴清德威脅他 要求他放他一條生路 你怎麼看 第一的阿扁有沒有 阿扁如果傳簡訊給我知道 阿扁如果傳簡訊給賴清德 我怎麼會知道 我又不是那個CIA監聽的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這個 第一點是這樣 我每隔一段時間還是會去看阿扁 因為我還是他 以前的那個醫療小組召集人 所以有時候定期去病情追蹤 看看他那個 其實我對他的病情還蠻有興趣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少看到的案例 所以有時候定期去看一看那個變化怎麼樣 還關心一下他的健康 阿扁從以前認識到現在還是一樣 你看他平常好像很沒有精神 只要一提到政治你知道 齁 我就覺得奇怪 齁 一提到政治他馬上精神百倍 生龍活虎 我想說好啦好啦 他喜歡講就聽他講幾句 但是這樣喔 對我來講我態度還是一樣 他還是當過四年的台北市長 八年的總統 其實在怎麼樣腦袋裡面還是裝了很多 有用的資訊 所以有時候聽他講我當然會問他幾句 你對國內的看法 不過我這次去都沒有說我要拜託你支持 這種話我也會講 因為醫生跟病人的關係 你知道齁 這個還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關係還不錯 齁 那你如果要拜託我們就 變成我要拜託他 所以我都不會去 不會去拜託他說你要支持我 幹什麼都不會 那排黑條款嗎 排黑條款是這樣啦 我先表明我的態度 我在這案子就看到國民兩黨 真的是沒有罵理性討論 如果問我的話 我覺得有赤頭公權制度就好了 法不要去齁 法絕對不要因人設施 既然我們國家有刑法 有赤頭公權的話 用那一套就好了 你何必要特別說誰 不可以怎樣怎樣 然後 搞得這樣無限上綱 如果要無限上綱 那你乾脆不要更生人協會 好像每個坐過牢的人 出來都被這個社會排斥 他當然更 一定更走極端 所以問我的意見 我是覺得 既然有赤頭公權的制度 就不要再搞一些有的沒有 特別是不要因人設施 然後你看民進黨提一個 國民黨馬上加碼 國民黨在賭說他民進黨一定不敢 他就要打折水棍上的戰術 民進黨已經講一個 他就要加碼 看你獨立民進黨敢不敢那個 我在這個事件裡面看到 我們從來沒有很真誠的去討論 這國家應該怎麼處理問題 純粹政治考量在鬥 我看的是很討厭 最後一題 請問一下 美國的兩岸學者葛萊伊說 因為他覺得說北京比較不熟悉 國民黨的侯友誼 然後因為您過去有透過雙城論壇 跟中國有一些互動 所以他覺得北京應該會比較支持您 您覺得怎麼看 正確的講法是這樣 我每次說我們在多美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 我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跟美國溝通 也有辦法跟中國溝通的人 我想溝通還是很重要 買賣不成仁義在 你有你的底線 我有底線 我要大家講清楚 如果你侵犯到我的底線 我還是跟你拚 但是你沒有侵犯到我的底線 大家來談 我不管對美國對中國都表達同樣的態度 所以正確的講法 就在520那時候宣佈參選講的話 我希望台灣是中美溝通的橋梁 不是中美對抗的棋子 那我們希望台灣是美麗成斯導夫 而謀殺 而不是像那個外國媒體在講的 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搞到連巴菲特都趕快把資金抽走 我們不是希望 那也希望藉此讓台灣成為一個團結和諧的社會 而不是分類鬥爭的社會 所以葛拉義的說法只是說 如果我解讀他的話就是說 在所有候選人當中 柯文哲是最能夠跟中美兩邊都能夠溝通的人 這樣解讀就好了 我們聯防時間結束 那我們先請提到台前來 我們先讓大家拍一下 我們先讓大家拍一下那個 毒照 然後主席要不要拿下 1450的帽子給大家拍一下 拿一個女型的東西 我們請主席拿一樣 他覺得不錯的 這個小物 我們來讓他跟大家拍一張這個毒照 1450打擊部隊出動 還有超強電力的行動電源 走到哪裡都可以充 而且適合各種的手機 每一樣都想要是不是 請捐款 謝謝 好 我們看到前方 我們先看正前方 好好好 先看這邊 還要再背 不用了 好 OK OK 我們準備好 好 你通通通背上去 我們都要被大家那個 全部秒殺 好 我們先看正前方 來 上 好 OK 哇 要一網打鏡就對了 我們再看一下正前方 好 那我們各項的兌換方式 還有總共需要幾個PB 我們都會透過正式的管道呢 包含新聞稿 還有我們透過科P的官方Line群組 都會來告訴大家 還有我們的粉絲團 也請大家記得喔 在5月29下星期一之前 一定要趕快完成註冊 好 那我們 好 我們這邊再補一張 好 那我們這次也非常感謝 陳俊良老師 我們老師我們可以一起跟 我們主席一起合影一下 我們到了正前方 然後走開師一起 來 我們站近一點好不好 一左一右對啊 我們都可以拿一下小物 這個小物呢 其實我知道自從主席把它穿上出去 然後呢 已經有露面之後 有很多的粉絲都在敲碗了 那再次告訴大家 要交換嗎 好 我覺得這個1450的打擊帽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熱烈搶購 還有翁翁包 翁翁包呢 還有包含我們的T-shirt 全部都是用環保材質 而且呢 它是防疫位 可以吸濕排汗 而且是我們的台灣的品牌 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技術 我們左邊這邊 我們再補一張好嗎 好 OK 所以看我們老師這樣搭配一件 這個 這是我們檔色耶 老師很用心喔 好 我們再看一下前方 好 右前方 我們再補桌一下 好 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我們 募資小物的開箱記者會 稍後我們幾位 非常非常帥氣的代言人 甜美的代言人 也會留在現場 再補一下畫面 那我們先請主席 還有總幹事跟老師 我們可以先回去 休息 因為後面還有行程 好 那跟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記得趕快來 donate我們喔 我們會尊結每一分開支 但是呢 我們還有很多的經費 需要募集 所以再次感謝大家 熱烈的支持響應 同時提醒大家 記得一定要註冊 有沒有媒體朋友要補拍 我們現場 帥氣美麗的model的畫面 我們一位一位來好了 因為我們自己要拍 那個Ivan 好 先請 先請保真 幫我對著前面這邊 對 好 保真左邊 左邊 這個安全支帶呢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設計 因為 不管你的什麼證件套啊 或者是 很多的東西 你都可以把它掛在上面 非常好搭配 那上面呢 全部都是有KP的這個字樣 有一點低調 又非常時尚 換我們的世軒 好 男生代表 這個呢 不管你是搭配西裝外套 或者是像世軒搭配牛仔外套 其實都非常好看 世軒你幫我拿一頂好了 拿一頂 對 然後給 就 暫定給 你是不是略顯尷尬 哈哈哈哈 你可以這樣拿嗎 你知道 就是 你知道 有一種拿法 都沒有在看GQ就對了 好 我們這邊再看一下畫面 好 正前方 OK 好 謝謝世軒 那千秦 千秦今天這個搭配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可賢可甜 可賢可甜的代表 我們往前一點 對 好 超強電力的行動電源 上面同樣有這個KP的字樣 好 好 那千秦你幫我把它翻過來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個行動電源 其實有不同的顏色 前面是鐵灰色 很有質感 後面呢 其實也是有這個民眾黨的檔色 還有KP的字樣 然後呢 千秦非常專業 現在已經幫我們把這個各種不同的街頭 把它翻出來了 你的朋友沒電的時候 記得記得他 借他充充電 所以這個呢 非常實用的設計 OK 這邊需要補畫面嗎 好的 那接下來我想 應該很多的網友都在問 黨代表的女朋友 熱烈 歡迎 感謝 我們這個欧欧包 它是可以收 可以收納的 那平常放在這個 包包里 的時候就是 小小的一個 但是呢 你把它攀開來的時候 裡面的容量是非常大的喔 好 好 那個我們把這個容量可以稍微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是個非常大容量的這個設計 然後 它上面有很多的這個KP的logo 同樣 低調 時尚 又非常的引人注目 那 黨代表你給我幫我們拿一下 林林 這個是收納起來的樣子 我們對著前方 再給大家拍一下好嗎 黨代表在緊張喔 黨代表在緊張喔 OK 好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臨臨我們的目資小物的開箱記者會 那麼相關的訊息還有新聞稿 我們稍後也都會發送在群組裡面 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到場來支持還有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pm 認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